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想到会在里面唱歌之类的呢 最开始的时候是在直播打游戏的 后来是因为朋友知道他经常听我唱歌 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打游戏 你休息一下来唱首歌吧 然后我就唱歌 你当时也非常就是听他的建议 就说那我就休息一下唱首歌给大家听 主要是当时那个时候人并不多 我打游戏的时候对人并不多 然后朋友就说你别玩了 你停下来你唱个歌给我听 然后我说好 然后就是只是想给朋友唱首歌 结果唱歌的时候突然间人气就上来了 好像就是很多观众就一看 这个女孩在唱歌就点进来看 结果一唱歌然后人气就起来了 第一次唱的歌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就这样一唱就火了 我今天晚上会去选一些歌 然后先把这一条记下来 你要回去唱歌 对 我要赶紧回去唱歌 那所以当时你有想象到自己会现在独立出来吗 没有 就是完全 有没有想过会要当明星或者当艺人这样 可能年纪很小的时候 十一二岁的时候有想过 但是其实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 没有太多的去想过要去做艺人之类的 我们上一周团队开会的时候都说 二科要来 应该能把他的直播粉丝都带来吧 所以现在直播粉丝大概有多少 直播间的关注好像是两百六十万吧 两百六十万 对 所以有提前预告他们今天你会来上我的节目吗 有预告 有预告啊 不知道他们起来了没有 也要借助你的粉丝让我火一下 没有 那你要唱歌吗 真的我要记下来这条 原来直播唱歌是会火的 当然也要看唱得好不好听了 也是有运气的成分在了 其实除了运气之外 我觉得运气是建立在人的实力本身基础上吧 而且听说你的一首《走在冷风中》特别特别的火 当时只是想 当时只是想 因为我很喜欢那首歌 然后当时是朋友 也是朋友建议 就说你去出个翻唱视频 因为他觉得你有些东西应该保留下来 然后可以让粉丝去看 我说好 然后他就帮我拍 没想到拍之后 翻唱出来之后 有受到很多观众的喜欢 清唱吗 不是 是录音棚翻唱 当时在录音棚翻唱 也还是特意去找了录音棚去唱了一下 对 就联系了当时上海那边的一个录音棚 最初第一次直播有粉丝多少 直播当天 第一次直播当天的人期巅峰是十一二万吧 第一次就有十一二万 第一次 对 巅峰 这还是巅峰了 那天哪 那不巅峰的时候也是到万了吧 应该 现在是在五六十万的人期吧 什么时候会让你想象到了 应该有自己的专辑 想要有自己的歌 其实我觉得想有自己的歌 这个想法是一直都有的 因为很喜欢唱歌嘛 那也是一直在唱 翻唱别的一些歌手的歌 但是想出专辑 这个是一开始没有太具体 也是因为现在公司的CEO 然后他跟我 他跟我说 你请我们公司 我们来给你做一张专辑 然后我才想做专辑 就觉得好像很好 所以我恭喜一下阿尔科 发现了自己的新专辑 谢谢 带着音乐去旅行 对 然后昨天在北京呢 也是召开了自己的 这个新专辑的发布会 对 这张专辑的名字 是你自己有参与想法还是 有跟公司的老师们一起讨论 对 怎么会想说要带着音乐去旅行 因为我 因为他们都知道音乐跟旅行 是我比较喜欢的两种生活方式 所以你不喜欢打游戏了 也喜欢 都喜欢 是说把他们这两个融合在一起 然后包括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巡演的计划 那就是有一个概念说 带着音乐 带着专辑 一站一站的去巡演 然后去见一些喜欢我的观众朋友 所以就会有这么专辑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这现在已经开始旅行了吗 还没有 下个月开始 所以期待的是旅行 对 就跟公司说那既然要这样的话 那我当然要有一个旅行 应该会有 这个钱不是我私人出 昨天他们还给我送了一张机票 对 就直接送了机票这样 对 是头等舱吗 可能是 我也不知道 那这张专辑的时候 当时现在已经是发布了几首新歌的 两首新歌 两首 第二首新歌是最近刚刚发布的叫做三角题 我有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看到 好嫉妒哦 你这样能让戴佩妮帮你写歌 对 戴佩妮是我的偶像 她也有来过我们的节目 她也是我的偶像 我非常喜欢她 真的 你也是很喜欢她 非常喜欢 什么样的机会你可以找到她 我们也只是尝试一下 对 然后就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价钱就到位了 没有 我觉得还是她就是很提闲新人 对 她可能就是 而且包括我是她歌迷嘛 所以很幸运 我也是她的歌迷啊 我已经反复跟她讲了 我是她的歌迷 她为什么不相信呢 真的吗 然后听说翻唱的这首 《走在冷风中》 好像也是当时戴佩妮手下签的人 对 她签的一位歌手叫刘思涵 刘思涵老师她唱的歌曲 你有跟她 有给戴佩妮老师听这首 你翻唱的吗 没有 所以她当时你私下也有 跟戴佩妮有交流吧 而且我有去看过她的演唱会 是吗 对 就歌迷 然后你当时是 这个带着歌迷的身份去看的演唱会 对 然后这一次她帮你创作歌曲 私下两个人有交流一些有趣的东西吗 后面的交流其实没有做特别多 没有做特别多 她有会 你有会跟她说一些你的想法 或者你的歌曲 要类似于你喜欢什么样的曲风之类的吗 没有 我觉得她的歌我都会喜欢 只要是她写的我都会喜欢 那借助她帮你写歌的这一个就帮你创作歌的这个机会 你有跟她表达过一些什么吗 或者跟她聊到一些什么东西 有得到她的联络方式吗 没有 至今还是没有 是的 那跟她以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去交流呢 其实是 邀哥其实是我的经纪人 她之前跟大平洋老师有一些认识 然后后来邀哥其实是经纪人去邀哥的 所以没有跟经纪人说 你让我去跟她接触一下好了 我也不太敢 就因为可能太喜欢反而就有点不敢吧 对 就像她有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我也紧张到爆那种 真的吗 然后就很后悔没有做好 对对对就会有这种压力 那我想问一下 按照你的理解来说 三角题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你觉得她是唱出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我觉得三角题 她其实就是在讲三角恋嘛 然后是一个女生跟她的好朋友 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是带配你老师的剧歌 是是是 然后我在这个歌里面 其实属于比较备胎的那一个 你也太假了吧 你会当备胎吗 没有 如果是我个人本人的话 肯定不太会 对 你的长相也不像当备胎的样子 也不是 就性格不太会 对 所以我就跟导演讲 我哪点长得像备胎 这种就要是看到 我就马上要跟自己的女朋友分手 跟我戴一起很好 然后在歌里 我就是比较委屈的那个 就是没有争过嘛 没有抢过 类似这种备胎的 听说你拍MV 说哭就能哭 因为我是提前知道 可能会拍哭戏 然后我有 提前把自己伤心的事情 列成一张表 没有 我有拍之前在看七月与安生 对 就是在 我是第二次看 专门看那部电影 然后去找一些三角恋的感觉 你会看这部电影来 找三角恋的感觉 对啊 对啊 然后 也没有说当时哭的时候 很难去把他连泪流出来 不会 没有借用眼药水之类的 不会 说哭就哭了 对 那你来给我们哭一个呗 现在吗 装灭花掉了 所以当时拍MV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 比较难忘的事情 比较有趣的事情吗 我觉得 因为我在MV里 三角恋这个MV里 有当时跑的那个 一个动作 然后当时我记得 我跑的时候 前场都在笑我 后来当时MV的男主角 他站在我旁边 然后他就说 你跑得很难看 我说你乱说 他说你跑得很难看 对 然后就是我印象很深刻 结果这个MV出来之后 然后你有没有跟导演说 换掉这个男的 没有 你在笑我难看 你就不要来拍我的音乐 没有 后来这个MV出来之后 我朋友看到之后 他们也在说 你为什么要跑步 你千万不要跑步 你跑步不好看 然后我就觉得 很难过 你当时导演有说吗 就是改掉这个跑步的镜头 导演说还可以啊 导演这是拿了钱 就不好好通话 导演说的一定是真的 那你对比于第一首歌 你觉得这两首歌的 曲风的区别在哪里呢 第一首歌的话 它其实比较含蓄一些 因为它其实 就是粉的浪漫 这首歌 第一首歌 听多名也就是很少女的 它是在讲什么 其实是在讲 很青涩的校园的 那一种感情 然后很含蓄 很害羞的那种感情 还害羞了没多久 就当了人家的备胎 对 害羞了没多久 就开始变三角恋了 对 好那继续说呢 就是说当时它是一个 很含蓄的这种校园 校园的感情 很青涩 你脱离校园多久了 我是去年毕业的 去年毕业的 所以你还是能回忆 这种青涩的感觉 但是 对 要想象一下 因为它其实更多讲的是 可能高中 就是十六七岁的那种 很单纯的一种感情 所以你十六七岁 收到情书的话 会怎么处理呢 我十六七岁的时候 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太多的 去想过要谈恋爱 真的连 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连想都没有想过 要去谈恋爱 好像不太有 如果有一个非常满意的 王子出现在你的身边 那个时候 你也不会想要去谈恋爱 就是没有出现 所以没有想吧 对 那当时应该有人追吧 有一些 有一些 一般用歇字 这个单位来的话 就是很多 那几年有一些 一般收到就是 男生送的礼物 或者是表白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处理 其实我那个时候 就是可能就是 有人会 有个朋友 要加你的微信 或者什么 联络方式 对对联络方式 然后我可能就会直接说 我不要 你就会直接说你不要 对 你也不会说 我要看一下照片 不会 你都不会说 要看照片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直接会说不要 然后心里会有后悔吗 就发现 如果本人真的很好看 其实我有 我特别是 对啊 因为在想 好像那个时候 那个人还是不错的 而且那个年纪 好像你没有去谈恋爱 也没有感受过 那种很倾涩的 你知道吗 过了青春期 就没有感受过早恋的人 到了后来都会觉得 这一辈子 对对 有一点点遗憾 对对 就会是没有在那个时候 感受一下笑容的那种爱情 对对对 所以樱花粉跟三角提 这两首歌 你个人觉得哪一首歌 更会符合于你 唱的这种感觉 唱出来那首歌 你个人觉得最舒服 如果说是符合我现在的话 那可能是三角提 三角提 对 所以现在当备胎了 没有 我是觉得说 三角提可能更像成人一些 对 你现在已经把自己定义为成人了 青年 对 我是对自己定义为青年 觉得自己就是 已经算是长大了吗 是 是 你觉得进入到这个娱乐圈以来 有让你自己做什么改变吗 或者说生活当中 对你有什么改变吗 有一些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有个方向 知道自己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就比以前可能没有太多的去计划 未来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要努力很多 那第一首歌听说第二首歌 像三角提是戴培尼老师帮你创作的 第一首歌好像创作的老师 是林迈克老师 林迈克老师也是非常有名 他是天王周杰伦的御用的 对 所以你是有多大的本事又可以邀约到他 没有没有 他也是我们公司的老师 哇 你们经纪人好厉害啊 金牌经纪人 然后当时他要去把你邀到他的时候 好像当时MV也是和一个男演员合拍的 黄远老师是跟你合拍了这一首的MV 对 和他在一起合拍的时候你有压力吗 有哎 而且那个时候拍那支MV 是我第一次真真真正的去拍MV 所以很大的压力 因为完全不会演也没有经验 然后当时拍的时候 一整天下来就很紧凑时间 拍了二十多个小时 有什么样亲密的镜头吗 没有 校园怎么会有亲密的镜头 当时有后面放手那种啊 没有没有 所以当时你有跟导演说 以后有亲密戏的时候再把黄远叫 没有 私下有和黄远聊到一些什么 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交流一些 那他有问 因为当时在台北拍摄嘛 他问你在哪里 他会问我你在台北住的怎么样之类的 对 那要不要住我家 没有 当时有特意赶到台北去 台北去拍这些MV 对 台北当时是第一次去吗 这个地区 不是 我之前已经去过了 之前在那边有上一些课程 培训 所以现在你在发了歌之后 还会自己私下去做直播去宣传吗 会啊 还是完全已经不在直播了 还是有在直播 现在还是有时间可以抽一点出来让你去直播 有时间都在直播 那现在直播的话会让你做一些什么呢 应该不会打游戏了吧 我还是打游戏 还是打游戏 现在直播还有在打游戏 有啊 因为我是很喜欢打游戏的 那你这样让人家游戏主播怎么活 因为我打得也不太好 对 然后我现在基本上主要打游戏直播的话 还会唱歌吗 会啊会啊 就是打游戏跟唱歌我会 我会分配一下时间 对 所以经纪人有跟你谈说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不用直播 或者你自己有想说要告别直播一段时间吗 没有耶 都没有 公司是 包括我 我们都觉得直播是 也是很好的平台 而且是你最开始就做的事情 那你接下来应该一直坚持下去 那当时拍《樱花粉》这一个歌曲的时候 听说有累到中暑 嗯 太热了 是当时是40度的天穿了五件衣服这样 那件是穿 主要是穿那件毛衣 怎么会穿毛衣 因为我那套 当时多少度的天气 大差不多有30多40度 30多度要穿毛衣 对 你得罪造型师了 还是服装师了 就是当时穿的那个校服 它就是那种制服嘛 然后外面套了一件短袖的毛衣 就很热 对 然后当时热到中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它有一个镜头是 像现在在播的一些镜头啊 比如说是在天台上的 那当时还有个镜头是航拍 就导演航拍 然后我要躺在那个天台上 就是整个人躺在上面 然后就大概拍了好几次 每次大概要躺5到10分钟这样子 就是一直要一动不动的躺在那边 后来就有一点 那就睡觉啊 睡不着 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现场都不会有一些冷风机之类的东西 当时躺的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所以躺在那边你会觉得自己跟烤饼一样吗 那个地板都是热着的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是一条 那正数的时候是突然晕倒 还是直接躺着躺着就昏睡过去了 没有就是起来的时候可能有点眩晕 眩晕的时候当时有想到自己要美美的吗 没有 就是有想到一个姿势要比如说怎么晕 没有 然后晕的时候如果真的倒在地上的时候 不能很难看这种 没有没有 没有想那么多 就真的是眩晕 对 然后当时有做什么应急措施吗 就喝水 然后有抹一些风凉油啊 什么的抹在脊椎 对 听说你一口气喝了三瓶水 对 太热了 然后最后会上厕所过度吧 有 有 一口气喝吗 三瓶水 没有就是喝完一瓶然后学习 然后继续喝 就是连续的在喝水 所以中暑的时候黄元老师有公主抱 把你抱起来 没有啦 没有啦 然后呢 这两首的MV 其实拍三角题的时候 还是没有遇到这种比较 中暑身体上的原因 应该是没有遇到 三角题它比较多的是室内的一些镜头 对 所以基本上三角题对你的挑战就是表演了 对 演技上的 但是演技上好像也没有考验到 你说哭就能哭 但是 有哭几遍啊 好像有两三遍 对 两三遍 对 不同的角度 对 有 有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戴隐形吗 不戴 戴美童吗 不戴 都不戴 就是自然出演 你在就是这两首歌发行过后 还有 接下来肯定是还有没有见面的新的作品 能够先提前透露一下会有什么样的曲风吗 会有跟之前这两首完全不一样的吗 有的 有的 因为有一些比较欢快的歌 有一首我觉得比较可爱的 比较可爱的 对比较可爱的 还有很治愈的很温暖的歌 加上最后这一些竞将要上线的曲风的作品 你个人更喜欢哪一种曲风 我都喜欢 因为整张专辑它最开始在我们准备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是完全是按照 我们讨论过后是完全按照我喜欢的一些风格 在收集这些歌曲 所以我都还蛮喜欢的 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是自己大的挑战的曲风 一些小惊喜 从来之前在直播中唱啊 或者是朋友中唱 或者是KTV唱都没有唱到过的 可能就是那个可爱的吧 你会没有唱过可爱的吗 很少 很少 就是像那种Kiyomi那种 对对对 平时也不会去尝试 很少 我唱之前很少唱 或者说我唱之前我跟他说 我接下来要卖梦了 对 就是很少唱可爱的歌 其实之前这个两首已经上线的作品 都是也跟爱情有关的 那因为你现在年纪还很小了 但是还是想问 你对于爱情的向往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就是平淡一些的吧 平淡一些 你会喜欢平淡一些的 不喜欢有一点就是 风生水起刺激性感强烈一点的吗 不太 就是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不要吗 对 所以也不太喜欢穷瑶阿姨的小说 她的是有点太红红烈烈了 对 你喜欢平淡淡 有对对方的能力或者长相向往吗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或者说他会是一个你觉得什么样的王子 长相是什么样的风格 你会更加喜欢注重一点 我好像没有太多硬性的标准 但是我是觉得说可能我会更喜欢很上进一些的 然后责任感强一些的男生 现在的男生大部分都说自己上进 都说自己责任感强 但是我觉得要看实际的行动 实际的行动 对 不要那么不要脸 就自己说自己 对 好了那接下来听说二科会有一个全国的巡演 能透露一下是在哪几个城市吗 给我们预告一下 像上海啊 重庆 成都 北京 对 还有台北 还有哪里 好像有点记不住 那都是大城市 所以小城市的歌迷没有办法听到你唱歌了 就现场唱歌 之后还会可能 还会有一些 对 所以这些时间都能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是从下个月的 10月13号开始第一站 然后在每个月有不同的时间的安排 10月13号开始第一站 第一站是在上海 那我们要记住 我们二科的巡演第一站 是在10月13号开始 就在上海 它的第一站巡演 接下来的后续 要关注它的巡演的城市 可以关注一下你的 微博 微博会通告 会告诉大家 关注一下我们二科的微博 那好 我们聊了这么多 来休息一下 欣赏一首MV吧 是接下来的自己 没有确定的形状 只有不确定的喜欢 尝能青春开一起追等女孩 让美与勇敢变成少女时代 我们都喜欢电影每句对白 可再弄 傻傻的待也算可爱 青春的秘密不能说的告白 视线飘在你会重现的窗台 这夏天从走了掉什么精彩 I don't know 有些感慨 熟悉钟声 想陪伴我们青春的蝶蝶撞撞 快忘了天成模样 我从心显然 将走到别夜里藏的忧伤 出眼神飘着 以花粉的浪漫 像时的冲则刻着青春小丑 要支不满每个过冬的细胞 窗衣都拥在聚窗 好开玩笑 可再弄 歌星合不合很重要 能离着起床的时间剩多少 成梦想还能请得起被嘲笑 穿着制服我们来排情旅照 I don't know 苦涩嘴角 熟悉钟声 想陪伴我们青春的蝶蝶撞撞 快忘了天成模样 我从心显然 将走到别夜里藏的忧伤 出眼神飘着 以花粉的浪漫 在美好的时光 一个人迷糊 两个人变得迷惘 纯爱的故事还有没有 假装吧 你自己时候做的事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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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这里是距离音乐 乐人无数我是康康 迷古音乐现场真现场真音乐 享受更高品质的现场演出 感受更近距离的Live体验 就在迷古音乐现场 今天做客我们乐人无数的这一位呢 是直播的超人气的女嘉宾二科 欢迎你二科 谢谢 大家好 那二科其实自己私底下 也是个非常爱玩游戏的人 除了网络游戏 线上游戏之外 在线下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也会玩游戏吗 会啊玩一些桌游 桌游 对 也是会玩桌游 会玩一些 蓝沙 有一些惩罚的话 你也会去实行吗 不太会 你私下会不会伴丑啊 什么之类的 就如果在朋友面前 好像不会吧 你在朋友面前也是像 今天这样就是很温柔的人吗 算是 算是吧 所以你不会有特别特别 就是 可能不会专门去伴仇啦 闹疼呢 就是特别觉得自己已经嗨到 有时候有一些 但是大多时候不太会 那我们今天要线下给你玩个小游戏 这个呢叫做谁动了我的骨头 应该我在桌游班里没有见到过 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到过 就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夹子 有一只狗 它的面前有很多不同颜色的骨头 然后呢 这里有一些卡片 然后你等我可以来抽 像抽到比如说你抽到这一张 就是两根白色的 然后你就要拿夹子 夹两根白色的出来 然后如果说真的夹到了这只狗的怒点 它会咬你 是哦 对 所以我会跟你一起讨战这个节目 就看谁最后会输 好的 好吗 好 那女士优先你先来抽 好 哇 这个位置隔得这么远 我们这要是手臂不长的人真的很难 哈哈 现在这张好了 我要抽一张出来 对 抽一张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一根白色的 我很少有人抽到一根 而且白色就很 对把它夹出来 OK 然后我抽一根的话 哎 一根黄色的 就很少会抽到 一根 哦 就是这样 这只是试验一次 嗯 这个 这个也太 太快了吧 还是有点 哇 这个狗 不听话了 冷静一点 好好好 我们先把这个放回去 OK 好 我们继续来吧 哦 OK 哦 我开始有点怕了 刚刚这个只是试验一次 对对对 但你发现 我跟你说 其实大部分的嘉宾 都不会输这个游戏 不知道为什么 两根白色的 就我觉得至少 就算知道他会咬一下 那也会吓到 就觉得 对对 我先转一点 他的他的怒点是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随机的吧 哎呀好难夹 还是很刺激的 还是很刺激的 不算一比一零啦 嗯 OK 再来 再来一局 好 我来我来 那这样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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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一下 好 其实如果要是第一下抽到 只是一根的话 会很 对很安全 很幸运哦 对如果要抽到一下 第一口气就是四五根的话 会很麻烦 那应该 来你先包 两根红色的 哎呀他本来很好夹的 一个 这就过了 是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番 过不了三局 第二只会有问题 一根蓝色的 一根蓝色的 好像 我现在掌握了 就是要不就一口气夹起来 对 我再来一局好不好 好 好 所以你小时候有玩过像 鲨鱼牙齿这一种 好像没有 你都没有玩过 嗯 我觉得这些 这些游戏都是比较有刺激性的 就是按鲨鱼的那个牙齿 看它会不会咬你 然后 这一局这样好不好 我们再来玩这一局定胜负 看谁胜谁负 好 然后如果你输了的话 会有个小小的惩罚 嗯 我输了就什么事都没有 是吗 这样不要是 应该是八根 两根红色 应该会有危险 好像是 好像会有危险了 咬它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你真点气 你真点气要 这要怎么弄 这一局重新来过好了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喂 这样玩的有什么意思了 这人已经没有红色了 有的在下面 你要 要翻一翻 有红色 只是在红色很下面 三个红色 我觉得基本上是 对这肯定 对 你要不要帮我夹三根 我看看 对 好像就剩三根 四根 对 要不你帮我夹好了 如果说输了的话 OK 就算我的 我们两个都会被他吓一跳 对 至少有好准备都会 都会吓一跳 对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这个游戏就完场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狗 谢谢我们的二哥 所以 你平时会被什么样的东西 会害怕什么样的东西吗 好多 比如呢 虫子你都怕吗 怕 超级怕 所有的虫子 我非常怕蟑螂 非常怕蟑螂 嗯 那如果遇到蟑螂会怎么样 会像电视里面的那些小女生一样 跳到一个最高点去吗 呃 我之前是在浴室洗脸 然后发现旁边有只蟑螂 我就把浴室的门一关 再也不想进去了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但是人就会走开默默的 如果有人的话 我可能会请求他帮忙 但是我自己的话 我是完全不敢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说就是家里发现了蟑螂 他就出去散步了 我就不要再回去了这种 对对对 那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生活中 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什么样的事情 会让你不太舒服呢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人不太舒服啊 比如说会过分地追求你 或者是一些路边的粉丝 然后对你 缠着你说 哎你今天来干嘛 什么什么 比如说你当时正好在有事 或者在喝咖啡 在跟朋友喝咖啡 他一直在缠在旁边 问东问西的话 你会怎么样处理 那可能会有一些 我不太喜欢会被打扰到工作 那如果你当时只是在跟朋友聊天 这可能我觉得我会停下来 然后解决这个事情 你怎么解决 他如果一直跟你说 安哥你知道吗 我昨天遇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你要不要听 所以他是我的朋友 还是 他不是你的朋友 他只是路边遇到你喜欢的一个人 那我可能会 如果我当时也没有事 我可能会愿意跟他聊一聊 对 如果当时正好你只是很久没有跟你的闺蜜出来了 那天下午要出来 然后这种情况下你想享受一下午的闺蜜下午茶 还要被路边的人打扰 然后这边突然有人说 哎你是二科哦 我直播的时候看过你我来替你唱歌 你发新歌很好听 然后朋友们都快过来二科在这边 然后就开始坐在你旁边不走了 你会怎么样 那这种情况可能我会先跟他聊一聊 然后再违望地告诉他 我接下来还有事 我可能会带我闺蜜直接溜掉 就干脆你们换地方 对 刚刚之后我们也想换地方 那就一起吧 我会说有事啦 我会说要去忙 对 要工作找一个理由 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发脾气 可能是工作上的事情吧 工作上的事情 生活当中没有人会让你发脾气 生活当中很少 就是怎么样挑战你都不会 嗯 除非你有个人当面来臭我一巴掌 那谁都会发脾气 对啊 对啊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对朋友啊 或者是直播的时候啊 都不太会发脾气 直播的时候应该会也会有一两个 不好的评论吧 嗯 会有 嗯 大概会有多少呢 嗯 不太多耶 可能说一百个人员 你会去 对 会去计较吗 这些东西 不太会 你会回复吗 也不回复 也不会 如果有人说 今天什么什么状态不好 或者是唱得很难听啊 什么之类的 你会当作没看到 就让他过去算了 也不会去跟他撕 跟他吵 不会 你的粉丝会跟他吵吗 也不太会 大家都在点歌 对 大家都忙着点歌 你会让他过去就过去 对 所以你现在会自己专门注重一些 网络上对你的评价 或者之类的吗 我会的 我会去看 然后如果有一些是 不同的意见 我会 我会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然后有一些夸奖我也会看 但是如果有一些是 完全不讲道理的一些 侮辱啊之类的 那我就会当作没有看到 然后再默默地把它拉进黑名单 你也不会去回复 我不会回复 微博上会有人说吗 有一些 我有看到过一些 你会很生气很暴躁吗 如果是莫名地被辱骂的话 其实不太会 莫名地被辱骂反而不太会 对 反而不太会 只是就是说 如果说有故意来就是说你的 或者有朋友嫉妒你的话 说到 或者原来当初的一些朋友 现在还会背地说一些你的话吗 好像没有 我微信里的一些以前的朋友 他们都会去帮我转 我都没有跟他说你要帮我转 然后他们会自发地转 在朋友圈 这是我朋友的歌你去听一下 还是蛮够义气的 对 朋友都还蛮好的 那现在其实出道有一段时间了 你现在出来去赶通告 或者上一些节目的时候 上一些通告的时候 会要去先问经纪人的意见吗 比如说我应该说什么 什么不应该说 都会去问吗 我经纪人很相信我 像那天 就随便说 他觉得我有分寸了 然后他只会 我们会把问题什么的都对一下 但是不会说 具体到什么东西你绝对不能聊 就还给我蛮多自由的 他不会跟你说这个东西 绝对问到什么感情的时候不能说 没有 或者说恋爱观的时候不能说 没有 或者被男人追什么都不能说 对 他们还蛮自由的 所以还是有很丰富的感情经历了 也没有 那也蛮可怜的没有丰富的感情经历 就你最后发现横竖说都不对 对 横竖说都不对 对 横竖说都不对 没有啦 开玩笑 那现在在工作当中 你觉得接下来除了唱歌之外 还有什么自己想要涉足的领域 目前为止还是想在歌曲上吧 然后想尝试不同的曲风 所以当时从一个游戏主播 就成功转型为了一个音乐主播 这条道路上 其实对于你来说 并没有遇到特别大的挫折吧 没有 瞬间唱了歌就火了 对 然后就也没有说 我要慢慢地转 慢慢地转 慢慢地转 没有 有直播跟你表白的吗 好像没有 也没有会说 我要你的联络方式什么之类的 直播过程中观众 你说观众的反应吗 对对 有一些然后我会拒绝啊 拒绝还是不理 我通常来说 有过一些但是都是 比如说我在直播过程中 有些他们弹幕 一下就刷上去了 那我就干脆就也不会去回应 但如果说有人当面过来说 我要你联系方式 我会说不好意思 所以他给你在直播的时候 搭五万块的红包要你的联络方式 你都不会给 哦 不会给 十万呢 不会 二十万 不会 哇 好厉害 好了好了 开玩笑了 那其实之后你也有 会要打算参加一些真人秀的节目 嗯 有接一下这样的通告 你之前也有参与过 也有参与过真人秀的节目 你在真人秀里面的话 你觉得会有 就是像狼人杀啊这些 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 上通告的这种挑战吗 呃 我觉得还是体力上的 好像别的方面也没有 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真人秀很好玩 它有很多的环节 我觉得还很有意思的 会害怕素颜吗 不会 就如果说要上节目让你卸妆的话 你也不会 嗯 不会 所以你的 你说卸妆 节目中卸妆 可以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的本人真的是也是特别好看 才有这样的 底气 不会害怕 不是不是 是 好 我觉得 呃 如果说你觉得自己 放不下这个包袱 嗯 那这个东西就一直存在 但是不管你虽然好不好看 你 只要今天卸了卸妆 那从此以后也不会有人在一直拿这个事情来 说 嗯 那刚刚很多说到的都是一些歌迷啊粉丝啊 可能会不会在你就是直播之中 或者说 在你的微博中的一些评论 我很想知道歌迷对你的音乐 嗯 有什么评论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嗯 像 比如说我会看到一些观众的评论是说 哎 你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整体很好 就很专业的一些评价 嗯 这首歌整体很好 但是可能你的每个地方还是要再练 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 对 会有一些建议 你会仔细去琢磨这些建议吗 嗯 会 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 嗯 你说的很对 啊 我也知道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嗯 但是我是觉得很多问题可能不是一下能解决的 它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之类的 嗯 你们大概给我一个三十年 我应该能把它解决 那你给我个十年 我们再好好练练高音 好啦 其实我很想问一下就是 对于在直播间唱歌 嗯 跟在现场唱歌肯定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你第一次在现场唱歌的时候紧张吗 嗯 紧张的 也还是会紧张 会 那现在呢 如果现在还有 也会 也现在还有一直都会紧张 对 那如果在直播间唱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起初也会 起初 因为我在直播间直播已经快三年了 嗯 所以因为时间比较长 现在就比较能适应了 但起初也会紧张 每次直播的时候精神也很紧绷 有什么方法克制紧张呢 好像 我觉得是 我觉得克制不了欸 我觉得就是要适应 要多 要多来 就多尝试 嗯 可能就会改善这种情况 现在私底下也还是很爱玩狼人杀 嗯 嗯 对 现在还有时间去跟朋友组局玩吗 现在比较少 嗯 前几个月还有 那如果说 嗯 朋友约不到的话 会在网络上玩吗 会啊 会啊 狼人杀 对 手机上有软件 也还是继续会玩 对 这游戏真的有这么好玩哦 嗯 对啊 你说玩一局太费时间了吗 有一些 它游戏的时间比较长 嗯 但是它游戏还蛮有乐趣的 那除了玩游戏 除了工作以外 嗯 我有个问题就是 基本上每一个嘉宾都要问到 嗯 就你私底下实在闲的没有事干的时候 会做什么 我会打游戏 我还是 我刚刚不是说除了游戏 除了游戏 我会看电影 看电影 嗯 会搜一些好的电影去看 如果有上映的 我想看的电影就会出去看 嗯 如果上映的 没有比较新的 就可能我都看过 那我就会在家 放一些以前看过的电影出来 会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会啊 经常 一个人吃火锅呢 有啊经常 一个人吃火锅也有 对对 不会吧 对啊 就吃火锅都难得 难得约到人吗 我是觉得说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在工作 嗯 如果说你要跟他吃饭 可能大家都要专门赶过来 都比较累 而且你还要专门去约时间 要对时间 还要等 我是觉得好像一个人更方便 对 自己去享受 不用顾及其他的东西 对 就跟一个人逛街啊 所以现在一个人逛街也是 哦 我很少逛街啦 但是我也可以一个人逛街 哎 女生真的很难听到说很少逛街的 嗯 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性格好像不太女孩子 就可能偏男孩子 你知道吧 你已经是我接触到的 对啊 女嘉宾里面唯一一个 让我觉得真的是完完全全 女孩子的人了 真的吗 真的啊 像戴佩妮来的时候 差点都把直播间可以拆掉那种 就真的还是男孩子的气息比较严重 是 所以但是我会觉得你是真的 嗯 就是一个坐在这边 嗯 安安静静 嗯 然后可以供人欣赏的女孩子 就 颜值又有 然后才华又有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你已经 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或者什么样的爱好 会让你觉得自己 没有那么多女孩子呢 比如说像我不太爱逛街啊 然后嗯 而且我我觉得好像打游戏 现在已经女孩比较多了 对对原来是不太多 对但是我是一直来都很爱打游戏 然后也不太爱出门 对 所以未来的男朋友 如果为了打游戏 不理你的话 你是可以接受的 哦 我希望她能喜欢打游戏 尤其因为我很爱打游戏 你希望她能把大量的时间 都放在一个人沉浸游戏里面 也没有 我是希望我们能有共同的爱好 嗯 如果她在游戏里面跟你相杀 我可能不太会跟男朋友一起打游戏 就你玩你的 她玩他的 对 就我不要跟你一个对 如果我们一起玩同一个游戏 在同一个角落 我觉得因为我好胜心比较强 会容易分手 对 我一定会吵架我觉得 所以私底下看电影 你会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电影 哦 我很喜欢看一些悬疑的推理的 嗯 对 犯罪心理之类的这些 我很喜欢 然后像 其实我什么类型都看 可能恐怖片看的比较少 但是别的 我刚刚说可能恐怖片你比较喜欢 我说蛮难得 没有 我喜欢看喜剧片 对 那现在的工作家里人是支持的吗 嗯 一开始就支持 嗯 他们 因为我是比较独立嘛 从小也比较独立 那在做很多比较重要的人生决定的时候 都是可能我会自己做决定 然后他们也比较信任我 他们不会过多的去问 你要去做这个 也不会说过多的 可能有担忧吧 但是他们可能不会跟我透露出很多这种情绪 所以他们还挺支持我 所以有一天你要是跟你爸妈突然跑到面前说我结婚了 他们也不会很意外 嗯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发生可能不会很意外 但是一定会生气啦 对 那家里人会看你直播吗 会啊会啊 所以你直播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爸妈在看 对啊 不会有压力吗 不会啊 我妈妈有时候还要跟我点歌 她跟我说我今天想听这个你跟我唱吗 然后她明明就 如果有时候你在房间里 她在客厅里面 她也在上面给你 直播间里面给你点歌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我们没有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你也会跟她说 那你先把红包发过来 哈哈 有时候会 对 所以做这一行身边的家人跟朋友 都还是得到了他们的关心跟支持 嗯 并没有遭到任何家人的反对 嗯 我觉得未来呢 未来如果说要暂时告别这个圈子 除了唱歌这一系列的工作以外 嗯 你觉得没有这一些平台 你会去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 我可能想 如果说是职业的话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想到 但是我可能会选择去念书 再去学一些东西 嗯 还是想要去念书 嗯 去怀念校园爱情 觉得当初没有在高中说谈一次恋爱 我这辈子还是要 那个已经回不去了 主要是觉得想多学一些东西 嗯 嗯 昨天的发布会可以聊一聊吗 嗯 有什么特别 当时参加这个发布会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让你觉得提前很紧张 或者是要预备一些什么东西 嗯 也没有欸 就是很正常很随心随意的去 对啊 你刚刚有说到说 拿到了公司给你的一张机票 嗯 能公布地址是哪里吗 他们问我你想去哪里旅行 如果等这段工作都暂时结束 先休息的时候 你想去哪里旅行 然后我就 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送机票 我就非常认真的说我想去南非 因为我 因为你爱钻石 没有 不是因为钻石 是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旅行综艺节目 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边很美 很原始 有很多很大自然的美 然后我就想去感受一下 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南非 他们就拿了一张很大的机票拿上来 然后就马上在台下写南非 然后目的地南非 然后拿上来给我说 这送给你的机票 所以真的是一张机票 还是 可能 等值的价钱 嗯 还是说只是给你保证说 你这个段时间工作完了之后 我们是会帮你订一张去南非的机票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对 那所以只是一张 不能带任何朋友跟家人 对 那有什么玩的啊 你不会提出来 我要 我怎么样要双人机票好不好 我跟他们再申请一下 对 希望可以给两张这样 如果说除了南非 还有什么地方是特别想去的 我最近非常想去重庆 去重庆 对 是有巡演有定在那边一程 对 是因为特别想吃火锅了吗 对对对 真的所以定在重庆 之前没有去过重庆 对没有去过 成都去过吗 也没有 所以这些成都跟重庆 都摆在了巡演的位置当中 对对 当然不是为了吃啦 你要特别解释一下 说我不是为了吃 对对对 不是吃货 所以这两个 当时想去重庆的真正原因 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好像身边 有一些重庆的朋友 他们以前就说 重庆很好玩 很多好吃的你来玩 然后我一直都听着 重庆应该很好 但是一直没有说真的要去 前不久我的好朋友 然后他去重庆 然后他 因为他其实不太吃辣 然后他吃了重庆 回来就跟我说 我一定要再去一次重庆 然后我在想 你是应该那边的东西 是有多好吃吧 一个都不爱吃辣的人 就吸引的说 我下次一定要赶紧再去一次 所以我觉得最近就是 很想去感受一下重庆 所以你最爱的口味是什么 辣 你也是爱辣的 对 那你吃的饭量多吗 嗯 但是我刚刚听说 你是一个长不胖的人 对吃不胖 你这样会被人骂吧 就真的会被让人 让人嫉妒 让人讨厌的 怎么会有吃不胖的女孩子 还这么漂亮 每次说出来都会被 但其实我是 真的有想在增肥啊 对啊 所以你一顿食量 真的要吃多少 嗯 如果是米饭的话 可能两碗 你能吃两碗米饭 对 好羡慕 我觉得米饭很好吃 所以我 我也想吃两碗米饭 就是没有这个机会 嗯 那现在经纪人 会控制你的食量吗 他们会逼我多吃 就希望你还是要长胖一点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有太瘦了 对对 然后他们会逼我 因为我不太爱吃肉 我比较可能爱吃菌类啊 素啊 他们就会说不行 你要多吃肉 你要增加体能 然后就会一直逼迫我去吃肉 所以你吃肉的费用 他们也会给予报销 哦 对 太好了吧 对 为什么有公司这样赌我 藏天啊 那所以 那 你现在就是 除了这个生活方面的话 梁慧工作 你有没有自己想要创作的 有 未来自己 一定会 属于自己的一首歌 一定会 也一定在 现在有在往这方面的去思考 对 已经在学习当中 对 因为学习别有找灵感吧 嗯 有 你会更 如果是要你自己创作 你会更偏爱什么曲风 可能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的 可能抒情吧 抒情类一点的 抒情类一点的 所以你 你应该不会去尝试摇滚之类的 有欸 你有哦 我有想尝试摇滚 因为我本身还蛮爱听英伦摇滚 那种曲风的 对 所以有想过要尝试 你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吗 不太 如果说要晚上约你去夜店的话 什么之类的 你是都会 不太去 都是好朋友的话的 那可能会去 去的话 你也不会去跳起来 不太会 就是 我蛮冷场的 对 就坐在那边 对他们就是 他们也不太叫我啦 因为可能大家都很开心在摇 然后看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旁边 对啊 冷冷地看着他们 他们就说你下次不要来了 你这样就很尴尬吧 你很吓头 对 所以如果要去吃大排档的话 你也会同意要去 你也会同意去 那会 你也不会在乎吃饭的环境 不会啊 或者卫生方面的东西 都不会 你也什么都可以 对 因为我们 我是广东人 然后我们那边其实 你是广东人 对 完全没有口音耶 是 我们那边的人就是很爱吃大排档的 而且只要好吃就行了 我不太讲究环境 所以真的 完全没有看出你是广东人 所以你也会吃一些野味了 比较少 但是很奇怪 广东人又不太吃肉 对 但我还蛮爱吃海鲜的 现在会还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吗 现在比较少 但是宵夜的习惯还是一直有保持 你有宵夜的习惯 对啊 我一直都有宵夜的习惯 你吃不胖长这么瘦 还有宵夜的习惯 对 这老天是有多不公平啊 对 老天简直把你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好不好 没有没有 就可能比较有口腹 宵夜会吃 能吃多少 呃 嗯 分量好像没有具体的说法 但我会 我会吃很多不同的种类 种类的话是 责重于零食还是 主食也会有 主食 主食都会有 有时候我甚至会半夜点一个盖椒饭 对 天哪 你这样是 如果说要是有谁在你旁边 如果说好朋友跟你一起住的话 嗯 我出去旅行的话 你半夜吃盖椒饭 应该会被赶出去吧 我朋友都非常嫌弃我 对啊 因为他们可能不想吃 但是看我在吃就会被吸引 然后就会带着一起吃 然后我又吃不胖 他们又在长胖 他们每个人都说 我不想再跟你一起吃饭了 对啊 那吃泡面的话 就更加有人想让 拿汤泼你的那种冲动 我还蛮爱吃泡面的 对 所以你现在会在半夜的时候 晒一些食物美食在朋友圈里吗 不太啦 还是不要做到这么过分 对 还是要控制一下 对 那你觉得未来的话 除了唱歌你也好 你刚刚也说了 嗯 自己创作也好 其实是没有想过要进军演艺界的 嗯 我觉得如果有好的 合适的机会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但是可能目前还是想先把 歌曲本身的东西先 找到比较好的一个 对 《经纪人》有规定你不能恋爱 不能什么之类的吗 好像也没有欸 为什么要看大衣 对啊 我先看一下 感受一下 他是不是有跟你说不能 对 是啊 好像也没有啦 其实我今天知道 阿柯身体不太舒服 嗯 今天正好恰恰感冒了 对 那所以说现场 现场如果让你要清唱一段的话 是不太方便 OK啊 OK吗 可能带鼻音啦 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那我们这样吧 我们在节目的结尾 我们保一保耳服 在你的新歌两首歌当中 能不能跳一小段 给我们秀一下 那就唱一首 昨天刚刚 今天刚刚上MV的一首 《香脚提号》 好 好 我就直接唱副歌 OK 是谁坏了天气 是谁乱了次序 没经过他的同意 对你可以疏离 还愿意诠释 我只是个空气 哇你这样假装感冒 真的很让人反感 知道吗 真的感冒很重 哪有感冒 你感冒会唱这么好吗 没有没有 降了个调 没有 我觉得你这根本听不出 任何鼻音还有感冒的气息 在里面吧 你是不是一开始假装 知道后边有一题是要唱歌 然后你就干脆先 先说有点感冒 可能唱的不是很好 没有没有 然后先这样谦虚一下 最后发现根本就唱的 真的是特别好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二科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二科 接下来10月13号 开始的全国巡演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 关注二科的微博 然后可以看到他的巡演程式 什么时间 什么在哪一站 都可以关注到 谢谢二科做客 我们今天的愿人无数 本节目由距离音乐 咪咕音乐联合网络视频直播 你也可以通过距离PPTV电视 距离PPTV手机 以及咪咕音乐手机客户端 进行同步观看 智能电视的用户 也可以通过当备市场 下载聚精彩和咪咕音乐 客户端来观看本节目 距离咕咕联合剧线 为你带来完美视听享受 同时也要感谢潮流艺术男装 飞尔威尔赞助本次主持人服装 谢谢 我作为主持人 非常感谢你们马克华飞男装 那咱们下期月日无数再见 拜拜 每次已按摇 开玩笑 战盾 I know 歌星合不合很重要 能离着起床的时间剩多少 成梦想还能请得起被嘲笑 穿着制服我们来排前旅照 I don't know 苦涩嘴角 熟悉中生想 陪伴我们青春的跌跌撞撞 快忘了天成模样 我松心仙热 将走到毕业里躺的忧伤 初恋身飘着一次分的浪漫 最美好的时光 一个人迷糊 两个人变得迷惘 纯爱的故事还有没有 假唱吧